好了 第二部份回來繼續有火火導演 剛才我們講起 原來你小時候是在海洋公園學過做小丑的 是啊 從小到大都沒有一件事厲害的 是有十幾歲的時候喜歡畫畫 夢想做馬榮勝 所以那時候很喜歡畫畫 去學畫畫和朋友 都挺認真的 但是誰知道直接到一次接觸了戲劇 就是上那些社區中心戲劇班 很喜歡 到處找這些行業 找到以前有一本便利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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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青雲路其中一期的封面就是海洋公園做小丑 哇 棒啊 有得學表演 那今天就報名了 那時候很沉迷的 人生第一次熱血了 是呀 是 就是畫畫你都是用一本畫寶畫的 是呀 是呀 你不能自己熱血的 是因為他要面試 面試他要你做一個三分鐘的solo 那我就直接找那些熱血 小丑應該會做些什麼 哎呀 要懂做cat的 要懂juggling的 你可不可以表現一下現在即興 即興沒有呀 現在為甚麼是juggling 或者之前這樣 老小朋友 怎樣呀 吹波 你做很多這些 那你就上去學 然後自己甚麼都不認識的時候 砌了一個三分鐘的短劇 幾熱血了 完全不認識的 然後再找一個以前教我一班戲劇的導師約他出來 做一次給他看 聽他的意見 做完之後聽他的意見改 改完之後再做一次給他看 再約他出來 然後就去海洋公園面試 然後就很幸運他收了我 我就讀了一個月 那個時候一個月的小丑班 你想想另一種熱血 當年我住屯門 哇 很遠呀 他還要去海洋公園 坐了纜車的機動遊戲 就是另一個山 是的 那邊的山上有一間小屋 在那裡上課 我一個月就是這樣 很熱血了 真的覺得自己 很開心 很開心的時候 表現都不錯 終於人生遇到第一次的賞識機會 就是那個導師 因為那個導師是夫婦來的 美國人來的 在美國那邊都幾出名的小丑 有一天我突然跟他說 Rolo 那時候我這個名字叫Rolo 現在很熟悉的人才知道我叫Rolo 他就跟我說 你有沒有興趣跟我們去美國那裡發展 他說 如果你肯跟我們去美國發展的話 我向你擔保 你將會成為全美國最紅的小丑 我都說這句 我不理他是不是發瘋 我都開心 因為我開心的原因是 你不要想那些 既開心得那麼厲害 就浪費命 全美國最紅的小丑 不是的 我那時候十八歲 我十八歲之前 從來都沒有任何一個人看著我 我會說李家榮 你可以的 李家榮你厲害的 我成長 一句讚美都沒有 我根本就是一個廢仔 然後我長大應該 要是入黑社會被人斬死 要是最厲害都是跟車 是吧 我人生 別人告訴我 我應該是這樣 突然間有一個人走出來 告訴我 你是美國最紅的小丑 我人生有人賞識 有人覺得我可以 那時候是 哇 人生哭了出來 當黑霧 人生哭了出來 多謝他 原來我人生第一次 有人跟我說正面的事情 不是我爸爸 不是我媽媽 當然我爸爸 不是我媽媽 尤其是不是一個壞人 但是他不會講出口 是 是 是 就是我們的成長 只會遇到踩你的人 和愛你 讚你不會講出口的人 你會發現我們香港人 或者中央人的社會 突然之間 我人生遇到第一個 會讚你講出口的人 哇 我很想過去 但我覺得真的會改變命運的 改變命運的 真的會 所以我現在對子女都 要讚你 會讚你 他做對的事 一定要讚他 因為 我不喜歡以前那套 就是說什麼 不要讚他 什麼樣子不大 以前我們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和我老婆都講 有什麼讚他 如果我們現在又踩他 到他再大一點 讀書 出來做事 我們更加知道 你人生沒有機會有人讚你 人只會踩你的 人只會彈你 你一輩子都是被人彈 被人踩有什麼意思 他將來出去 就會不停的被人踩 除非你很出雷拔水 你剛才說 他成為姜必 他都讚得多 但是他讚之前 都不知道被人踩多少 死肥仔 不喜歡他 那我就覺得 爭美是很重要的 那我講回那個小丑 但是我很想去的 後來 但是那時候我考了英語學院 其實好啊 APA 你是Performance的 你是Performance的 對 那我說 那時候等著 result 我說 如果我考不到 我和你過去 如果我考到 我想讀了APA 結果很幸運 APA收了我 那我說 對不起 OK 但是你到現在 你都會很記得他 當然記得 他給你人生的 motivation 實在太大了 當然了 你人生第一次被欣賞 是 人生第一次 你想想 我現在問你 你是不是應該都呈現到 畫面出來 你人生第一個讚你的人 你還記得什麼事 你知道那個是誰 誰 周勝慈 哇 第一個人生第一次讚你周勝慈 小學六年班 小學六年班 那次我請談老英姐姐上來 我都跟她說 小學年班 那時候我們去北潭聰 度假營那裡 小學完 然後去Camp 三日兩夜 430穿梭機來拍 然後我從小到大都很害羞 不要看到我 不要看到我 那些 跟現在的愛很一樣 我是外圍的外圍 他們一群小孩圍著 談老英雄姐姐 周勝慈哥哥 然後老犬周勝慈說 哇 這個門妹仔很漂亮 我就拔我進來 那次之後 那些人就開始讚我漂亮 之前是沒有 我記得你說 那次之後我就帶了肚 六年班 再怎麼帶頭 真的記得了 所以第一次讚 我真的會很記得 一定會記得的 所以讚什麼很重要 對 周勝慈不記得 我後來有一次見到她的時候 我跟她說 然後她說是 我說你當然不記得了 她當然不記得了 你還在講430穿梭機 是的 小學六年班的時候 多謝你跟我分享這件事 通常女人都很怕講這些 你小學六年班 是430穿梭機 這個年代你都會跟我講 是啊 大家都公開 我想問一下 譬如現在你有小朋友 你有小朋友 你起初就不想有小朋友 很討厭 很討厭 到你現在呢 現在很愛 現在很愛 但坦白說 我只是很愛我那兩個小朋友 我對其他小朋友仍然很討厭 只要多兩分鐘熱度 就叫她打開 但自己的子女可以攬足一天 是 但那時候 你太太懷孕的時候 那你是抗拒的 鞋口鞋臉 坦白說 當然 很傷心的 當然自己有責任的 沒辦法 從小到大都覺得不好 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有麻煩 不知道養不養到 我又不想負這個責任 坦白說 是很大 是自己不想揹這個責任 或者很討厭 她生了的時候 所以第一時間 你不會覺得喜悅 當你看到那條嚴刃棒 結果的時候 你第一個湧出頭 裡面的就是喜悅 不是老婆你很厲害 不會說這些 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責怪她 或者責怪自己 哎呀 哎呀 這些女人看到 其實一定不是她預期 因為她是開心的 是 當她見到這個結果 她開心的時候 她對面那個人給的反應 不是開心 而是她一定不開心 那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 開始接觸到 我愛這個小朋友的是 因為我太太的家族遺傳 有一點點DNA有問題 哦 簡單說會是什麼 就是 她們如果生小朋友 簡單說的 你不要抓我這些 我告訴你明白的 她如果生男生 那個男生就 智商有問題 還會每隔一代更加嚴重 你當可能 她兩代之前 生個小朋友 男生可能是蠢一點的 但是可能去到她那一代的時候 一生出來就一定是智商有問題 如果生女生 女生智商正常 但是 都會好像他們那樣 叫carrier 就是那個女生 智商正常 不過如果再結婚她生 她也都有這個風險 簡單說就是這樣 那 那真的不是很容易 是啊 那時候就 在這個地方 這樣吧 要去那些長沙環 那些驗DNA的地方 為什麼要驗呢 就是如果驗到一個兒子 那就很可能是兒子來的 一看兒子就會這樣 那大家要盡早就落足了 是吧 但是誰知道 那個大女兒那時候 小朋友去檢查 她都夾著我 看不到 看不到 就只可以去驗那些胎水 是啊 那胎水 可能要去到四五個月 才可以驗到 但是那時候開始緊張了 因為 合法地不要小朋友 是六個月的 但是你五個月 其實已經成長了 那時候挺有趣的 我們逼自己 以前那些做爸爸媽媽就快生了 大肚子就經常 寶寶我是爸爸 哎呀他也行 但是我們那時候 就經常保持自己 不要跟他有什麼感情 怕萬一要不要的時候 是啊 那結果 我很記得的 去到五個月左右 去到那個中心那裡 那個醫生 首先 我忘記是醫生還是護士 可能是醫生 就是雞皮紙袋 看看 兩位 有責任給你們解釋 就是如果生了男生 就會有智商的問題 如果生了女生 他就會有carrier 但我必定要告訴你 其實不是的 男生他就100% 女生其實他是八成是carrier 他有兩成的機會 是完全沒有事 是一個正常人來的 那我就看了 恭喜你們兩位 你們是女 而是那兩成 就是我都完全沒有事 那我擔心他是兒子 我要不可以要他 到我那時候還在想 就算他是女兒 我一定要要 但是他又有這個風險 那又要不要呢 我不想生一個人出來 有這個風險 是不是女兒他 或者他翌日 翌日老公和他離婚 然後就六十四年的時候罵我 對 為什麼要生我出來 我害怕這些 連女兒我都在考慮的時候 突然之間他說 我人生第一次 那個馬鹿人突然之間 為什麼有滴水在那裡 那又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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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 那時候我不是很 很有錢 現在都不是 比那時候好 很低能 突然之間 真的 車 我老婆問我去哪裡 誰在那裡 因為我沒有跟他建立過 任何感情 和我小朋友 誰在那裡買小朋友的衣服 是最貴的 我老婆先問 海運呢 海運地下那裡很貴的 去那裡 我就駕著 我老婆真的有車 就去那裡買了 我人生第一件衣服給我女兒 因為之前沒有建立任何關係 就開始慢慢看寶寶的東西了 買了很多寶寶的東西給他 接著到兒子也是 你想想 兒子 兒子又經歷了一次 又 哎呀又 但是你的兒子是計劃 這麼立不住 但是是計劃了還是 都是意外 因為我們現在過了這一關 已經很害怕了 那怎麼知道 你當我這麼愛我老婆 經常都立不住 然後他就哎呀 又來了 怎麼說 他說他不想要的 但是我說 沒有了 都有了 有很多理由 他生女兒 如果他長大了 遇到我這樣的壞男人 我們兩腳一身的時候 他硬吃的 他連發脾氣做長大龍鳳 回家的機會都沒有 但是有個弟弟很不同 或者有個姊妹都不同 他有機會做長大龍鳳 回去 等那個壞男人過來 再回去 都可以指示他 好的話 那想一下 怎麼知道又是 查的時候 好像是姐姐那樣 又是 看不到 又是要五個月的時候 又再去那個中心 都不知道是不是又是那個醫生 去拍戲 好戲劇 雞皮紙袋 又說那對話 然後跟我說 那是兒子 死定了 不用了 是吧 怎麼知道醫生又說其他 其實你要明白 如果生孩子是100% 我敢跟他說 生孩子 生孩子100%有問題 如果他有問題 你明白嗎 怎麼去理解 就是醫生又說 我不知道以前的醫生怎麼跟你說 我現在澄清地告訴你 如果你生孩子100%有問題 如果他有問題的話 就是告訴你 你的兒子是有機會沒有問題 當他沒有問題的時候 他就完全沒有問題 這才是真正這個病的情況 原來是有空間沒有問題的 你只不過我誤會了 就是只要他有問題 他100%有問題 就是他100%智商有問題 他不會有不同程度的問題 就是他不會說他智商正常 不過他是carrier 原來是什麼意思 那是多少成 一成左右 至兩成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然後又跟我說 你真是中兩個大獎 我真的 哇 你們兩個真是好 你們兩個敢在下面 填方申請投胎 這個家裡 要經歷這麼大的關 首先你要經歷這關 然後你要經歷 那個老爸很不喜歡小孩的 而你們兩個都打破了 我經常都覺得他們兩個好 所以你說 以前小時候不開心 或者沒什麼拿過獎 我曾經一個朋友跟我說過 那個朋友很厲害 他以前 他是某一個很厲害的 風水佬的師傅 他跟我說 人生不要中那麼多獎 他說因為你好運要儲 是嗎 他說所以打麻將贏 所以我很開心 打麻將輸錢 他說人家都當我是人肉ATM 我很開心 是因為我是儲了 要用的時候才用 那你就中了兩套厲害 那我想我之前 對 我三十幾歲的人之前 我沒有拿過獎 我應該完全儲存了好運 然後在這兩套用了 是啊 重新儲存過 你想一下多難 是不是真的多難 這個很大的 所以親到爆 親到爆 親到爆 就是 盡量叫自己親到爆 但是不要中 你親一下還是老婆親一下 其實兩個都這麼親一下 不過表現上 就會覺得是我親一下 因為他是比較硬的 他負責家裡管教 所以他是嚴武來的 我就是慈父來的 所以對子女來講 某程度想去玩的時候 會喜歡跟我玩多些 因為跟他在一起就嚴謹一點 媽媽會惡一點 譬如他嚴謹了 他對功課 甚至對他的形體 不要寒貝 或者不要壓手指 這些他都會管的 你想一下 如果今天就算是星期日 放假去玩的時候 和爸爸就只玩 和媽媽就吃著雪條的時候 你都可能會聽到一句 不要寒貝 那就不是完全放鬆 但是我又明白我太太的那種 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 難道他寒貝 你有得他寒貝嗎 不行的 其實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也是一個很出名的教授 香港的才智之日 他經常都跟我說 因為後來他生了一個女兒 你都不知道男人有多歲 他說我很想我的女兒是LESBIAN 我什麼話 他很想我的女兒是LESBIAN 因為我自己是男人 你喜歡男人真的很賤 香港 你現在做爸爸 你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我沒有 我覺得很正常 首先如果你說他喜歡什麼人的角度上 他喜歡男子女子 我真的沒有所謂 你沒有所謂 我沒有所謂 我沒有所謂 如果說笑這樣說 我以前都說過 他LESBIAN當然有得好的 我可以裝別的女子洗澡 那男子不行 說笑這樣說 但是他喜歡誰 我真的沒有所謂 你說喜歡男子 所以 你會不會很緊張 他現在九歲 他再過多幾年 十多歲 可能帶個男朋友去 我不緊張 我只是緊張一件事 所以說 我對兒子 我和老婆聊天 就是 我對兒子讀什麼學校 我沒有所謂 反而那時候我老婆 就是想女兒讀好一點 我是贊成的 贊成的就是 始終好一點的學校 遇到兒子 都好一點 我說我不介意他 和什麼男子拍拖 就算他拍很多次拖 我都沒有所謂 如果每個帶上來都是 哇 行啊 姜濤 是吧 帶上來都是我們 你喜歡姜B style 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譬如他這次拍多了 姜濤B 他下次不延祖 如果我們連隊 他下次是謝霆鋒 再不是 喂 比較頑皮 那個 陳冠希 我真的沒有所謂 你明白嗎 我最怕是那些 我最怕有一天 他帶回來的時候 我男朋友 他對著你 社伯 然後就坐在你家裡 拿著相機 然後 不斷眨眼 然後到廁所 就在那裡拔著頭髮 是吧 我怕這些 我真的很怕這些 我想起都想哭 所以如果不是 我就沒有 我又沒有那些 哎呀 那個女兒虧給人 什麼什麼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我OK 但是現在香港的環境 其實都變了很多 其實你會不會 擔心譬如教育 各方面 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我都 你有沒有想過 將來讓他帶一些 再送他走 擔心 當然有些擔心的 是吧 因為他讀的學校 如果那個學校裡面的教育內容 是被改成一些 我們不太認同的內容 而他又不知道 小朋友 他學的時候 就以為這個是真理 這個一定會有些擔心的 是吧 但是 你會不會送他 但是又不影響我 我會不會送他的原因 是 我就 我一向就算沒有 沒有這些擔憂也好 我都很希望我有能力 會送他 去外國的 因為原因是 以我成長來講 見識多些 是 是 我就是以前沒有去過外國讀書 沒有去過什麼交換生 沒有什麼 玩笑多少 是吧 我真心的 不是啊 你都沒有玩笑很多 你做娛樂圈這一行 導演這一行 你見識比很多人多 是啊 就是見識多了的時候才覺得遲 譬如我去做導演 或者入娛樂圈的時候 我才可能是二十幾三十歲 我才有人生第一次機會 去見很多不同的東西 是吧 但是你說 如果他在十幾歲的時候 他已經見識多了 喂 那他的粒水都少一些 你真是的 我人生去到 我拍到老粒的時候 我才有機會去一些外國的影展 甚至金馬像 我去的時候 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就是人生才第一次去這些 那你就 綿綿點點啊 你想想 如果我有能力幫到他 可能他小時候已經去一些什麼 做太空人 曾經參加過一些什麼 他拿過獎 他十幾歲已經見過大場面的時候 是 那他可以再見識的東西更加多 對啊 我在這個角度上 我當然希望他多些見識不同的東西 又或者人生經驗多 跟金頭髮的人拍拖也好 是吧 日本人也拍拖也好 不知道的嘛 瑞典人也拍拖也好 回來香港人也拍拖也好 希望他最後才試試黑人 是吧 一試黑人回不了頭 就不好 但是我希望他見識多些 其實你老婆會不會說你 現在兩個小朋友還小 喂 爹地你很不正經啊 很不正經的 真的 你老婆會不會說你 小朋友以前不要講啊 他說沒有 因為 因為要正經的時候 我很正經的 是 我只不過從來 我不敢說零 但是我基本上 我如果完全控制到的時候 我基本上近乎零 發脾氣的 對這些小朋友 嗯 你這麼有耐性的 很有耐性 因為我 因為可能太太比較嫌 她會發脾氣 那 既然都有人做了這件事情 我不做 那我一定會盡量找方法跟他們 聊天 講道理 就是感同身受 就是你現在打了她 那你見到 那你見到你 最愛的姐姐 一個家人 她現在很痛 哭著 流著血 你現在有什麼感覺 就是我是這種方法 不開心 姐姐受傷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很好笑 還有你覺得很威風 不是 那你這樣做得到什麼 沒事 開心 不開心 應該怎麼做 就是我嘗試用這些 我大部分都用這些方法 但是你說我有沒有罵過 當然有 其實做父親 就是做了父母之後 其實是人生另一種學習來的 真是 人生另一種學習 我對我最大的學習是 更加學識 更加學識那個叫什麼 更加學識吸人歡樂 嗯 就像我剛才跟你說 我的成長 我想大家香港人都認同 得到太少鼓勵 是吧 太少 我的成長太少鼓勵 導致到可能 某程度的成長了之後 對自己沒有信心 是 是 就是覺得這些機會不是我的了 是吧 很多時候你沒有信心 你會覺得 姜B我做不到的 姜B真的要走運的 人家是姜B你不是的 姜B也沒有想過自己會做錯姜B 是吧 我們很多時候會這樣 就是因為我們的成長 沒有人給信心 鼓勵這個是讚這個是讚 這個是讚 所以我現在盡量學識的 就是吸人快樂 就是多點鼓勵他們 多點鼓勵他們 多點鼓勵他們 多點讓他們去嘗試做他們的事 不要拿著他們 其實除了 很多時候 譬如剛才說 下雨在那些黎寧那裡玩 我們第一時間 下雨都叫他們不要出去 是的 在一個閃峰洞避雨 做爸爸媽媽要多大的勇氣 才可以下雨都照給他出去跑 你還要有多大的勇氣 才可以下雨的時候去黎寧那裡玩 但是我會嘗試做 好啊 就是如果你去 譬如這些 你去完之後 你自己髒了你會哭的 你自己會不開心 玩一下掉到黎寧那裡 那你就自己學習 但原來你在那些黎寧那裡玩的時候 你玩完之後 你會很開心地走出來 你不介意自己的 那你都做 開心是這樣拿回來的 開心不是我帶給你的 開心不是我 不是我控制你的開心 不是說我覺得 下雨在這個閃峰底下 但是我們一起跟其他小朋友 下棋或者聊天 就是下雨最開心的 不是喔 他覺得下雨最開心 就是走出去弄髒自己 不是下雨他沒有機會試這種東西 日光日白 陽光普照 他哪有一個泥靈 原來他覺得這件事是開心的 那我就要學會你去 那他的人生真的會開心 我明白 其實有時候中國人父母 其實是太過規範 這件事不要做 這件事不要做 因為他覺得 我早就知道這件事 哪一件事是對 哪一件事是不對 所以我就想你和Fly有些不對 去做些不對 我經常都覺得 你講的一件事 都不是最好的 但是都叫好的 因為我的人生經驗知道 什麼不對 所以我不給你嘗試不對的東西 可能他應該碰一下 但是這個出發點都是好的 很多時候我覺得 我不欣賞 我們很容易會做的 就是 我決定你的東西 不是因為對還是不對 是我認為應該和不應該 那就糟了 因為你覺得應該和不應該 都未必是對的 對 對 我覺得吃飯是應該坐在那裡 不要看電視 喂 不代表是對的 可能大家一起看電視 一起吃飯 你覺得不對的 可能增進了大家的情感 是啊 我同意 很多時候我們就是 你不應該做這件事 或者我不想你做這件事 是吧 那你就決定給不給他做 就是這樣 那時候他得不到 那你懂得做爸爸 我見過有很多小朋友的爸爸 真的不是這樣的 好像你說的 我覺得對的你就做 我覺得不對的你就沒有做 就是你覺得對還是不對 你自己有些東西就是錯 我也是在學著 因為我首先說這件事真的要學 因為很容易 你生了一個小朋友之後 你很容易一出現這兩個關係的時候 你就會將它變成老闆和員工的關係 是啊 你說得對 我是上司 是啊 你要聽我說 你要聽我說 是啊 無論我是錯的 你都不可以拼嘴 所以我們經常罵小朋友 你拼嘴我們就很生氣 為什麼小朋友不可以拼嘴 是啊 是啊 你不拼他就拼你嘴 我同意 因為我小朋友都是這樣 是吧 這個就是我看過 當你如果斷定了這個關係的時候 那當然是 你要一個老闆 你認為自己是老闆的人 你要學會聽員工的意見 真心 不是那些開會 我好聽大家的意見 然後自己的意見 然後其實就 是啊 那要學 但是學完之後 我覺得他們都 都回我自己幾本事 他們真的好像幾開心 或者幾肯跟我講話 是啊 是的 就是無論喜歡我和不喜歡我的東西 他會跟我說 嗯 那這樣東西是很難得的 至少我 我唯有是用回我以前小時候 我覺得有什麼不喜歡 不舒服的東西 是 就看看他們有沒有 是 例如我不敢跟我媽媽講話 不敢跟我爸爸講話 或者有時候放假 不是很想和他玩 小時候已經 因為害怕他在家 或者害怕他在家 我們有很多這樣的情感 但是我發現 咦 不是 我回家他們幾開心 我出去做事他們會哭 或者很多時候會抓住我 和我聊天 很主動 爸爸你知道我今天發生什麼事 你不在這的時候 那這些真實的情況應該不錯 那我覺得很好啊 因為其實很多 我覺得很多人喜歡生孩子 但是其實生孩子我覺得不是最難的 除了剛才你說的 那兩個很驚險的經驗之外 但是其實你養一個人 但是教人 其實我覺得是一件很難的事 很難的 真的很難 我自己又不是媽媽 但是我家裡有三個侄女 最大一個就是九歲 和你女兒一樣大 因為有兩個 六歲 我真的發覺 我看到那些小朋友 原來小朋友 很inspire我 令我有很多事情 原來你們會這樣想 我覺得很有趣 然後我又會覺得 原來 還有我覺得 尤其是我家裡有三個小朋友 我很好覺得 那樣東西 上帝給什麼東西的人 其實是按你的能力而比的 這是我很大的感受 我覺得我不生小朋友是對的 因為 未必的 不是因為我發覺 我家裡有三個妹 我才發覺那樣東西 原來我對小孩子 是可以很crazy的 就是我喜歡到 投入到 我什麼都不管 我就看著他們三個 然後是很緊張的 那如果自己有一個 那我還不瘋 肯定變成一個瘋狂 也未必的 就是等於我自己這樣說 我以前 我不是十七歲說 就是我都已經 真的成熟的人說 我真的很不喜歡小朋友 我很討厭 我會瘋 而我對著其他小朋友 我都真的是瘋 但是你一生她出來 她兩個 她兩個不是用小朋友去叫的 就是她是你的子女 你的子女 你可能態度會不同 我不是只說正面 可能你現在對她 那三個小朋友很溺愛 可能生了你的子女之後 你會瘋狂 是啊 就可能是負面的 是啊 我覺得我會的 所以上天不用 我不生是對的 都可能是 沒有小朋友 否則今天完全沒有了自己 完全變成一個傻婆一樣 很瘋的 她們一個電話打電話 我明明星期天躺在那裡 看電視 一顆小牛仔褲出去 連妝都不化 我就衝出去 然後她們真的很緊張 我當然明白了 我平時做完事 可能拍完夜班 五點才睡覺 日後一定睡到兩三點 但是那對兒子 老婆都說我不醒的 這真是壞 但是那對兒子女 無緣無故早上九點開門 爸爸 什麼事 是啊 我真的醒了 我跟她說 可不可以去玩啊 當然行了 換衣服吧 走 你叫我開著車出去 跟她玩的時候 但她在那裡排著繩網 但是你都會有這種魔力 你真是很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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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生 又有另一個階段 是 一個除了太太令你很fascinating 還有小朋友令你很fascinating 是啊 希望不停會出現不同的階段 對 最好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當你人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就發現 不知道說這些好像 你是不是快死了 不是啊 你人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就覺得 你不是很想給一些自己 不是那麼喜歡的東西出現 所以有些東西 如果有些東西 不是那麼滿意的關係 或者不是那麼滿意的狀態 你就不會改善它變成快樂 要不然就不要搞了那些 是 Exactly 因為時間越來越少 這個也是 人大過 你會覺得每天都短一點的 還有你沒有那麼多氣力 你以前小時候 還可以有很多張咒人要氣力 你現在沒有那麼多氣力 不張咒你死開 甚至乎以前可能會 即使拍拖也是 以前可能會和情人吵架 只是在電話裡吵兩三個小時 然後還很懵 現在是誤會的 現在要是算了 你對 要不是就直接不爭 走鬼了 大家不如不要相處 現在是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 不知道我就沒有了 我不知道這些是不是叫青春 所以你沒有了青春 阿蘇 你有多久沒有跟身邊的人 罵得很厲害 其實這樣是好的 現在lock down都不能爭 你不發覺lock down 其實有一件事是好的 其實所有的煩惱都是來自人 你見少了人 你就少煩惱 那就是說 我不了解你 你另一半不是在香港 在香港 在香港 但你不一起住 不是 但因為她沒有什麼脾氣 她真的超沒有脾氣 一起住都會爭執一些 我跟我老婆已經經歷了 由關係好到天天對 然後開始磨擦 磨擦到發癲 發癲到不如叫離婚 到和好如初 到變回更加好 我們這個lock down 已經經歷了這件事 是的 這個是lock down的時候 是的 當然有很多是分開了 是的 有很多因為見得太多 大家都知道 很多調查都說 因為這個lock down 大家見得太多 然後離婚上升 分手的 是的 很多人都說 不可以朝見口碼見面的 看得太多 就是大家鞋口鞋面 再沒有見 是的 真的 以前做事 我要做事 大家正常做事 是的 那你可能是早上出去了 晚上回來 她在浪衣服才見到你 然後每天跟你說了一句 喂 雪櫃有些湯 喝了它 哦 那你自己洗澡出來 她都睡了 以前一天是這樣的 那哪有機會 吵架呢 現在就是 咦 你電影都沒有什麼 點開的時候 大家都靜的時候 那我早上九點開始就在家 就見到她怎麼臭女 怎麼教那些子女 或者她平時做些什麼 那她又見得到我多了 那你 哦 你這傢伙 平時我就叫你 晚上只有一句話的時間 然後你現在在家 我在騎樓吃煙的時候 磨叉多了 一陣子就說 沒有家裡吃煙了 因為家裡沒有人吃煙的 你這傢伙吃煙 一陣子都不知道 在外面吃的 是吧 那開始有這些東西 見到的時候 就有磨擦 我慶幸我們磨擦完 磨擦過或者磨擦完之後 都是愛大家的 是的 好啊 人生是這樣的 就是一直這樣 滑下去 白頭到腦都是這樣的 要喊吵架的 好像現在這樣 什麼政府 什麼都扣著不讓你說 什麼都有後果 你一是就不爆 一爆就爆獲金 是啊 真的 好 多謝你火火 謝謝 好 下次再來 多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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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